我們可不可以買保險的? 有啊,我有為了媽保買了兩份 包括投資和儲蓄成份的教育基金保單 好處當然是未預籌 趁我和勞工還是年輕 還有經濟能力的時候準備好 到時真的要用錢的時候 就沒那麼煩惱了 買的最主原因當然是為了媽保 我買的這份教育基金的保額比較大 上大學的經費 尤其是未預籌 十多年後 他們可以選擇去外國還是香港讀書 兩手準備 如果他們在香港讀書 那我就省很多 這兩筆錢可以留給我自己做退休金 說不定這筆錢不是用在教育上 都可以資助他們結婚擺手用 我買的這份教育基金 保額比較大 供的錢也不少 不過我就想趁自己還是年輕 可以應付到的時候 就快點搞定它 那我的心理壓力也沒有那麼大 要注意一定是衡量自己的供款能力和需要 另外派息、保單條款和規定都要留意 另外要明白去不同的地方讀書 定期規定自己所買的保單 其實都是自己的責任 在幫媽寶選小一學校的時候 我深深地覺得做人父母真的不簡單 在香港讀書也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這樣我很慶幸在三年前 開始幫媽寶供了一份教育基金 即使將來他們讀書出現了什麼問題 我都還可以選擇 可以給他們很多資源 也可以供他們去外國讀書 因為這樣令我心情會放鬆一點 不要逼得他們那麼緊